下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投鼓的动作 投鼓肯定要有一个稳定的支撑 所以咱们还要利用到这个刷子 投鼓的时候呢 也分为顺势针和逆势针 下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顺势针 一 然后一个眼 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一个滑行 出手 逆势针 特别专业 龙哥呢对这个项目特别了解 刚才也看了要不要让龙哥来做 我没有玩过 我知道你 这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 当你滑行的时候 一定要是塑料那一面招兵 这个板招兵的话 你就会蹲在这个场地上 量是滑的这个面招兵 预备 先回来 可以 撞上了 撞了 很直 这线路一模一样 这是 线路不错 厉害 太好了 太好了 大概知道感觉了 果然很花 泽哥 你去试试 慢点 来 一起 起 起来 腿回来 腿回来 走 再两秒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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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脚回去 上前 上 变这么凶可以吗 不好意思 好 碰的 来 走 好 走 走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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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碰的 漂亮 撞上了 撞上了 漂亮 这样可以 那假如我们推出去的时候 我们跌打滑倒也没有扣分的 没有扣分 只要球在那个红线之前出手就可以了 该成歌了 该成歌了 教练 你可以对我好一点 太行了吧 先蹲对吧 对 蹲 然后一 起 起 二 后引 后引 目视前方 三 走 走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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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精大 第一次这个冰湖头这么远 这个球无效 为啥 因为你量太大出场地了 我们一般的在这个自由防守区分为三个区 一区 二区 三区 进到大北营里呢 我们又分为好几个区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底线 这个球可能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效果进行 所以我们会通过这个扫兵 调整它这个距离 然后调整它的线路 我看你们在玩的时候都会在那边喊 变成锁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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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指挥者 我告诉投球者现在要投到这指一个点 然后通过投球者出来的力量 然后两个扫兵者的配合 最后球到达这个位置 它不光是体能 我们有一些战术的布局在里面 好